嗨 今天就是要來開箱我的包包隊 我其實就是那種買到就很想開的人 所以之前我的穿搭影片都是被我開過的衣服 那這次呢我就是忍耐 我昨天收到今天立馬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主要會做這個主題呢 就是因為我在同一家店買了對大家來說可能很類似的包包隊 但一個是在去年年初買 一個是在今年年初買 想說就是做一個分享給大家 其實我去年就是看到一些網美或是YouTuber他們有背一些毛毛包 我覺得哇 那個毛毛包也太有設計感 太好看了吧 我就有上網收到他們買的品牌 但那些品牌不算是那種專櫃那種精品大牌的品牌 就是也是國外的設計品牌 所以它價格也沒有非常便宜 就是大概八千到一萬出 就對我來說這也是需要思考的錢嘛 所以我就是很猶豫 剛好就是在IG好像是看到一個明星杯 就是這款 Mark Jacobs的托特寶 對這個泰迪托特寶 當時我沒有立馬去買 我是先猶豫了一下 確定我真的很想要 對 我是有先在Farfridge 就是Mythesa那些國外的精品網站看到 它就是滿便宜的喔 大概就是八千多台幣 我還是去了專櫃買 我去101買 是那時候買大概是12750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去櫃上買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而且你自己實際拿到等等 就是內心會比較安心 所以我還是 就是經濟允許的話 還是去櫃上買這個包包盾 那它就是很可愛的 我當時就覺得很可愛 而且我當時買的時候就是 內心是有個想法 覺得說 那我就是買了這個毛毛薄筆劍花 一萬多塊嘛 就是近幾年的冬天呢 就是有它 就夠了 當時就是這樣說服自己 覺得自己 不會再買了 結果我就是前幾天看到茉莉 她背了 就是這個 Mark Jacobs的 毛毛包 但它是長毛 對 我看到直接 瘋 然後我大概就瘋掉了 就是 整個爆炸 但因為我近期沒辦法去到101 加上近期疫情也比較嚴重 就是剛好有他們的Line 我是跟他們透過Line聯繫 然後購買就對了 好 我已經受不了 我要就是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登 期待喔 啊 哇 開箱感覺真的很爽 我感覺它應該是比我剛剛那一款毛毛包小 但是不知道到底具體是小到多小 我那時候就是請101專櫃的人員郵寄 台北寄到桃園 是運費 再加150% 對 但是就禮拜四買 然後 禮拜一收到這樣 好 好像可以開囉 對好緊張喔 因為我其實就是 呃 是在網上看到而已 好期待它這個毛桿喔 喔是在這裡 sorry sorry 那再開一次 好 好 這次真的要打開了 好開心喔 耶 欸這毛好可愛喔 這個顏色 好可愛喔 這就是開箱 買到喜歡包包的感覺 笑容就是藏不住 好可愛喔 這是一種很像帶一個那種毛毛的東西 出門的感覺 這個包包呢 它握上了擦它的名字 它就是叫The Creature 托特寶 我在想它叫The Creature 會不會就是 這種 像這種它就是很像一個 神物毛毛怪的感覺 毛怪感 天啊 超開心的啦 好我現在就是把它拆開喔 對 真的懂毛毛的人就覺得 這個跟剛剛那款是不一樣的吧 這個是長毛包 對 剛剛那個是短毛包 我真的我覺得這是一個衝動 有點是衝動買 但是 真的蠻讚的是 因為 它是這種綠色的毛耶 我沒有這種綠色毛的這種包 如果是我自己那種看想很久的 我一定會挑 米色阿 咖啡色阿 那種安全色等等 怎麼老花 好現在就是要來做這兩個的比較囉 對 第一個呢 這個是短毛 這個是長毛 然後來做公分數比較 這個的長是 大概 34公分 高是 23公分 寬 12公分 對 但是呢我必須分享有一個點 就那時候我買回來之後 不知道是因為它可能在現場太多人被買 因為這是當場的最後一款 我買回來大概一個禮拜 它就是 這邊的 背帶的線就脫掉了 就哇 有點傻眼 但是 可能一個禮拜也真的太快 然後也有保固服務吧 所以它就是 幫我送回去 就是再請師傅把這四邊都 縫緊一點 後來呢 就是都沒有再發生這個 脫線的情況 對 那容量呢 它是這樣 它就是非常 超級無敵 爆炸冷妝 我那天也是 可以塞一個大圍巾啊等等 就是都可以塞 嗯 試放這個 手機 丟進去給大家看 手機就是 變得這麼小一個 對 好 再來就是這個 新買的耳盾 這款呢 我那時候在官網看是 一萬七千四 那我直接詢問101的貴 它是 一萬九千九 可能 專櫃上就是比較貴一點吧 那這款就是 很明顯 比這款小一點 那 如果對我的 身材來說呢 這款是比較大 但是就是像我這個身材 拿一個大包的感覺 是OK的 但這款可能就會比較 合我的身高 對 等一下我就試背全身的感覺 給大家看 然後 這款的毛呢 就是這樣 長毛 哇 真的很像帶一個小怪物出門欸 好可愛喔 對 我就是超愛毛毛的人 對 然後它就是這種 有點 綠色的 淺綠色 但是又有點抹茶綠的這個感覺 然後 後面就是這樣 然後 它這邊是 皮的手環 那它這個呢 就是 全部都是毛毛 然後 容量呢 都是非常能裝的包 對 完全不用擔心 它們就完全都不是小包 長寬高 來量一下 長 30公分 它是有點比較斜的 對 但它的高 大概 我抓一個直指的� 19公分 寬喔 10公分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因为刚刚就是有十杯过后 我想要再分享十杯的感受给大家 对 刚刚忘记介绍 其实这两款里面都有内袋 对 都是有拉链的内袋 然后都是蛮大的 对 这个的是比较贴在这里 这个有自制的这边是它的内袋 那十杯起来呢 我觉得都很可爱 对 但拿的感觉我觉得 虽然这支是长得像毛怪 可是这支拿起来更像毛怪 可能因为它这个握把这边吧 你会觉得它是比较厚一点 你觉得你真的是提个毛小来出门的感觉 那这个因为它是做皮的这边 所以你提起来会比较舒服 对 就是拿起来的拿杆比较顺手 对 那就是分享这两款的十杯给大家 对 这款呢 其实它还有陆续带出很多色系的 这个短毛款的托特宝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这样一个大小 还是是比较小款的 那我尺寸就是刚刚都有分享给大家 大家就是可以再去参考参考一下 对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开箱的喜悦 对 因为我刚好也是有两款这样同一个品牌包 都是毛毛系列可以做一个影片分享给大家 那主要想做这个影片 也是因为我去年想要买这款包的时候 我在网上 可能它不是那种就是很热门热门的那种精品大款的包 所以我找不太到大家的十杯 想说刚好自己有这些东西 那我就是分享这个 一样喜欢毛毛的人 可以看看我的十杯的感觉 嗯 好 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 bye bye 后来刚刚在袋子里找到发现它还有送这个 粉红色毛毛眼罩 对 赞咯 唤主要画包 咯